大家好,我是薄荷 男性同志整天工作操劳 最容易患上身体上的疾病 所以必须要注重养生 远离疾病的困扰 男性同志们平时要多注意 多运动 常吃这三种食物 对于身体的好处非常大哦 1.黑米补肾 黑米外表默黑 营养丰富 中医认为啊 黑米具有自因补肾 益气活血的功效 是补肾的最佳食材 2.西红柿保护前列腺 西红柿中的番茄红素 能保护前列腺 有助于抗氧化和改善前列腺增生症状 已经广为认知 它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 西红柿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胡萝卜素 蛋白质等营养物质 3.全麦食物 减肚子 啤酒度对于男士来说的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就绝对不能忽视全麦食物 全麦食物的高纤维能增进胃肠蠕动 让你更有饱腹感 改善便秘 除此之外 高纤维食物可以降低血糖 减少胆固醇 甚至还能够帮助预防结肠癌 平时也可以多喝一些大麦茶 有预防便秘 瘦身 说寒从脚下挤 那老年人日常在家里多做做护脚操 有助于促进末端血液循环 增强身体免疫力 起到保健的作用 拳击脚底 脚是人体的保健养生特区 充分的开发这个特区的潜能 对预防某些疾病有一定的益处 每晚睡前用一根棒锤 轻轻的垂击脚心 每次500下 使之产生酸麻热胀的感觉 左右脚各做一遍 也可以拳击脚底 端坐在床上 左脚向里弯曲 平放在床上 用适当力度 积足底 每次50到100下 再换右脚左拳 以同样的方法操作 活动脚趾 那未尝功能脚弱的老人 不妨每天抽出一点时间 练习用二指和三指加东西 或者是坐卧 有意识的活动脚趾 持之以恒 未尝功能就会逐渐的增强 双脚踏车 睡前仰卧在床上 抬起双脚 模仿踏自行车的姿势 向上登 持续两分钟 有助于促进全身 血液循环和代谢 能改善睡眠 如果觉得难可以单腿踏 转动脚踝 盘坐在床上 一只手握住脚踝 一只手握住脚掌 然后缓慢的转动 腹泻也叫消化不良 是脾胃功能失调 而导致的一种消化道疾病 刺激都会发生 特别是两岁以下的婴幼儿 宝宝拉肚子家长 在这个时候就会不知所措 其实只要我们平时 善用推拿就可以缓解宝宝腹泻的症状 一左右来回的推磨小孩的手指 各一百次 着重是按摩大拇指和小指 因为大拇指为脾经 小拇指经过肾经 如此推拿按摩 可以健脾补肾 弥补小孩先天性 脾胃虚寒 二用手掌在小孩腹部 顺逆时针方向 轻揉各一分钟 三在小孩背部来回的搓羊脉 督脉直至发热为止 四从风驰穴 向大锥穴推拿 可以拿降逆指偶 五揉腹法 家长可以把手摊开 然后放在宝宝的腹部 逆时针轻揉五十下左右 或者是两分钟左右 这个按摩手法可以让孩子止住腹泻 同时促进肠胃功能润滑 要提醒的是 一定是要逆时针 也就是要逆着肠子的方向揉动 苗条身材是每个女性所追求的 那如何做好苗条的身材呢 下面就分享几个睡觉前的简单动作 每天只要做好这几个小动作 相信可以保持好你的苗条身材 一 仰卧抬腿动作 首先是仰卧抬腿 三十个一组 做四组 这个看似简单 还是拿要费力做的 二 仰卧抬腰动作 做这个动作 两腿要分开 双手平放在身体两边 把腰抬起来 也是做四组 这个动作一定要做到腹部发热 三 侧卧抬腿动作 侧卧一只手支着头 一只手扶床 做侧抬腿 注意脚尖向下 脚跟向上 另一条腿拳起来 速度不要快 要慢些 不要猛的把腿抬起来 别做错了 如果做完了 屁股侧面不酸 你就没有做对 这个每条腿做二十个 最后一个要抬起来后停一下 再换另一条腿 也是做四组 四 侧卧拍腿动作 侧抬腿做完时 用手轻轻拍拍酸酸的地方 放松肌肉 不是全做完才拍 要做完二十个就拍一拍 再换另一条腿做侧抬腿 这个动作做完以后 会感觉到没那么累了 做完以后 你会感到身体的发热 那样就消耗了 你晚餐所吸收的部分卡路里了 这样坚持下去 想身体不好都难了 肝脏是身体的重要器官 那如果肝血不足 那么就会影响身体的健康 那肝血不足 就是中医常说的肝血虚症 那么该如何调理肝血虚呢 那中医介绍 按摩足三里和血海穴 就能够有效的缓解肝血虚 下面就为大家介绍 调理肝血虚的按摩疗法 以按摩血海穴 血海穴在大腿内侧 取血时应屈膝 并以内侧端上两寸 当股四头肌内侧头的龙起出击是 血海穴有化血为气 韵化皮血之功能 为人体足太阴脾经上的重要穴道之一 最好呢是每天9到11点 在脾经精气最旺盛时 按摩血海穴 每侧按摩三分钟 以酸胀为度 二按摩足三里学 足三里呢是人体两个长寿穴之一 那足三里位于呢 我们外溪眼下十厘米 用自己的掌心盖住自己的膝盖骨 然后五指朝下 中指尽头呢便是此学 那足三里学呢是胃经的药学 胃是人体的一个积养仓库 胃部的食物只有呢 及时的消化分解吸收 人体的其他气脏才可以呢 得到充分的养分 人才能呢身体健康精力充沛 所以啊调节干血虚 每天坚持按摩足三里学 五分钟左右即可 经常按摩足三里学和血海学 不但呢能调节干血虚 同时啊也有养生保健的功效 大家呢一定要多按一按这两个学位 脾胃呢是我们身体中一个很重要的器官 关乎着我们的营养吸收 所以呀是一定呢要调理好的 那么如何调理脾胃呢 今天啊就和我呢一起去看看 如何调理脾胃吧 一点按中晚学 中晚学在人体前正中线任脉上 肚脐上四寸 是足阳明卫经的木学 是卫经精气拮据之处 点按中晚学能够促进精气运行 调节胃的功能 用手指点按或揉按中晚学 每次两到三分钟 至局部产生发热感 二揉按心窝 心窝指中晚学以上 胸骨以下的部位 是胃在体表的对应区 用手掌以顺时针及逆时针方向 各揉36圈以上 使局部感到温暖舒畅 有调节中胶气机 使胃气通畅的作用 如果消化不良 胃胀症状明显 可由心窝处开始 重复由上至下推按的手法 注意不要由下至上推按 三推按两类 将两只手的手掌放在身体两侧 然后由乳房下缘 向下推按至侧腰部 以局部发热为准 这样按摩可以起到疏通肝胆精 调畅气机的作用 经常练习这些手法 可以有效的调节胃功能 达到氧胃、暖胃、调畅中胶气机 预防胃疾病的疗效 耳朵是人体很重要的养生单 分布着密密麻麻的穴位 而且全身的脏腑 在这里都有特定的反射点 那三个按摩耳朵的动作 可以帮助大家预防疾病 调节全身的气血 一、揉捏耳唇 首先我们将食指和中指塞入耳枪 拇指放在耳唇的后面 然后三个手指尽量全部的捏住 进行揉动 每天持续三到五分钟 最后别忘了再把耳唇往下拉一拉 二、摩擦耳阔 把食指放在耳阔里来回摩擦 争取让手指接触到耳阔的每一个部位 每天进行摩擦 最好是在三到五分钟之间 双耳要交替进行 三、摩擦耳背 每天用手指指腹 沿着降压钩从上到下的来回摩擦 每天摩擦一百次以上 如果每天睡前拿出十分钟的时间按摩这个养生单 就能很好的预防疾病 对我们全身的气血循环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感谢观看